hello hello anyone there please help me i've been trapped here please please hey what's up welcome back 今天这期视频呢跟之前的视频有一些不一样啊就是没有开头的那个小动画了 也是因为花了一些时间来画这个人物形象吧那言归正传 今天要不要挤的puzzle呢就是这个名字叫做the smoke cabin意思就是临终小屋的意思 作者呢是一个来自荷兰的设计师名字叫做bana de grotte 他在这些puzzle呢都比较有意思所以我大概定了三个左右 然后现在目前是第一个那就小话少说我就找个计时器我们直接开始 就开始啊我们先来整理看一下这个puzzle吧这个puzzle还是很有意思的 跟之前的那些puzzle都不太一样之前就是一些盒子啊什么的 看这个就是一个虽说叫那个puzzle box但是也是一个小木屋的样子 完了你看这边是有这种像车库啊烟囱啊空调外积 对这个puzzle可能本身有关的就是这种呃这有个洞 然后看这下面有一个然后这几个玻璃里面大概可以看到里面 应该是有这种这算什么这算迷宫吗这也算一类迷宫吗就是分层迷宫的 这种东西太多突然就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了 我们看看现在有哪能不能比如说拿下来之类的 或者能能能按动或者波动 瞧瞧门 这应该是10的一块估计没啥用这个呢这个也不能往里按 嗯这个应该不是那种机关的密码盒 估计就是有这种什么道具啊之类的 然后能让它稍微有点变化呢 比如说这个我看这个能不能哎 这个是可以哦这里是有磁铁把它吸住的应该能不能把它拿出来 是不是现在哦可以这个空调外积是可以拿出来的 那你看看这个有磁铁的话看这些地方还能不能吸到什么哦 哦这有一个这有一个铁的唯一的一个铁的东西 这个感觉应该也是能拿出来的吧 这个不应该就是不应该就是一个装饰吧 我看 OK我们又有了这个一个工具 我感觉这个有点像那种 像上一期说哎之前某一期说的 就那种有一类的puzzle叫做 sequential discovery puzzle 就是你在解的困厂当中会拆出一堆小道具来 那这个有点像哎 那有这两个之后你看这也是有磁铁的 那这个呢你看好像 哎这里好像是有的你看它掉不了了这是可以动的那 哦这拿出来之后是有一个是有一个铁球的 哦那我估计 那我估计这个铁球应该就是放到这个洞里的吧让它走迷宫的 这个先放在这我们一会一会再走我们先看看这个还能不能再找出什么别的东西来 记不记得刚开始我们说它这有一个洞然后我刚才看这边有一个 先来试试看看把它插进去有什么效果没有 哎这是可以推动一个东西的 那那这边呢 哎这也是可以推动的 哦我估计它里面应该是有一个 那种机关的你看我把这个杆从这边伸进去的时候我是可以推动它的然后推到这个位置 然后比如说我拿出来从这边这个洞再伸进去的话 我在能推动这个物件的时候这边伸进去你看就会到这个位置就说明里面这个东西是通过这根杆 然后把它左右推然后能干嘛的既然这样的话先记着这个 然后我们来走一下这个迷宫试试 我估计应该就是把这个球放到这里 我们看能不能从这个玻璃啊观察出里面的迷宫的样子 这个位置能够到上面这个阁楼里 你们看这儿是有一个这种东西的 然后它旁边是有缝隙的 感觉这个应该最后时候拿出来的 会不会和这个球有关啊 和刚才这个机关有关 就比如说把球卡在这个位置或怎么样 然后推里面的机关能让这个球和那个机关一块把这块推出来 那我们先就想办法往这个地方走 它走丢了 我从这里都看不到它了 然后我能听到它的声音 但是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好像看到它了 好家伙 我们转了半天 它从入口又出来了 哎呦吧真是 好我们再来试一次 看看这次能不能有所突破 好家伙 我真是 哎呦 接着接着再来试试吧 看看能不能给它试出来 我们要不来反推一下吧 好我发现 它不可能一次性从这个地图到这儿 我刚才从这儿倒推了一下 得从这个洞出来 然后才能到这儿 那从这个洞出来的话 我感觉应该是得让这个球先进到这个洞里 那进到这个洞里就到这边了 那这边是个完全的盲盒 哎那我感觉这边应该也是有磁铁什么 能够把它拿出来的吧 咋回事啊 这也不行啊 哦这里有一个洞哎 哎 我一推这个 我能感觉到这边被推出来了 我再试一下啊 哇 酷 行 哇 这边也能打开 那我们的视线视野又 又开阔了一部分 看从这儿就能看到那边的大大体布局了 哇问题是怎么能让他到这个洞呢 那还不是得走这边的迷宫 嗯 在这 我 没有关系 我们再来一次 哇 呼 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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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挪进来了 我把它终于走到这个小方格里了 哇 花了我 花了我一个半小时再把它走过来 这个真的是我主要是能力技术有限不能像GM一样建模 我没法给你们看它里面的具体的步骤 但是 反正它大概意思就是 从这个口进去 会有一个分叉 两条路 一条路呢 就会陷入这个来来回回的死心环 另外一条路呢 需要你单纯的转动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你必须得轻拍它 然后让它跳到一个地方 然后 然后 然后再才能到另外一个就是类似于闭环的那么一个迷宫里 大概走了三个这种闭环的迷宫 然后 让它到这边了 到这边之后 我看 这个迷宫就没有那个难了 这个就相当于直接从这儿 对对对 走到这儿 完了之后 你看让它从中间这个位置 中间这有一个中间这有一个洞 那怎么让它从中间这个洞出来啊 那怎么让它从中间这个洞出来啊 我要作弊了朋友们 OK 它已经又重新进到这个迷宫里了 OK 它现在已经到了到了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说这个地方是能插一下 这个 能插这个杆的吗 然后里面这有一个件能够互相推 看看能不能是靠 靠把球放到这个位置 再推它能把 这边的一个阁楼推出来 哎 现在感觉这个好像 推不太进去了的样子 怎么感觉 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呀 难道是 哪里不对吗 哎 哇 哇 我把它推出来了 哇 哇 nice 我们把它打开了 酷 就是啊 这 就是这儿 你看这有一个洞 我刚才应该是没对齐 刚才球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一直顶着 所以它一直顶着 整体来看 哎 这边应该也是能打开的 那就还差一点 我看啊 看啊 好 这个里面这儿是有一个杆的 我们试试能不能拿这个杆 把这边这个 推出 yes nice 好看啊 哎 这里还有一个小夹盒 那 这样的话 整体来看 应该是 结束了 两个小时01分 然后 你看 这里还写着 这里还写着它名字 Banel de Grote 就是这个 这就是设计师 哇 它的这个puzzle真的是 你要说难吧 可能也没多难 但是它真的是 费得我现在 头皮都有点麻了后来 尤其是 就里面在这个迷宫乱絮的前一个半小时吧 加上这边死活进不去 然后除此之外 就整个box来说 你看它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像这边的话 这个是 可以放一些 小物件的 然后这边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能够让你放一些零碎的物品的 相较其他的puzzle box来说 这个已经算是空间蛮大的了 因为毕竟下面有很大的迷宫 那我们就看这个恢复起来应该不会太难 我们就直接 好 那整体来看这个盒子 大概就这样了 还是很不错的 蛮有意思的 其实 嗯 其实我拍的过程当中我在想要不要把它寄给GM 让它建个磨砂的 呃 又怕大家说我蹭热度 看看想了什么办法 能够能够让大家了解到里面的结构吧 然后我还是会把相关的这种信息啊 然后还有作者的名字啊什么的 然后放在评论区 那今天视频就这么着 拜拜